同学们有午睡的习惯吗 也许有的同学会说 起来玩手机啊 睡觉是没有前途的 然而 有句俗话说得好 中午不睡 下午崩溃 午休到底有多重要呢 最初人们可能觉得 正午的烈日难以忍受 无法工作 因此而午休 后来啊 才逐渐的变成了一种习惯 2013年 美国马萨诸瑟大学研究人员 在美国的Pinus期刊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的是幼童午睡的价值 他们研究了40名学龄前儿童 让这些儿童观看图片格子 同时呢 记住这些图片在格子中的位置 儿童上午观看图片格子 之后啊 立马进行一次记忆测试 然后下午再测一次 结果人就让人发现呢 尽管这些儿童 在学习之后的测试成绩类似 但是那些午睡过的儿童 在下午的测试中 平均记忆准确率为75% 明显好于没有午睡儿童的65% 此外呢 午睡儿童在第二天的测试成绩 也显著优于没有午睡的儿童 这说明午睡的益处 无法通过夜间的睡眠来弥补 午休是正常睡眠和清醒的 生物节律的表现规律 是保持清醒 必有可少的条件 不少人 尤其是脑力劳动者 都会体会到 午休之后啊 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 所以有人把午休比喻成 最佳的健康充电 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们把午休说得这么重要 那么它的好处 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个 能降血压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研究人员 对85名大学生 进行了精神压力测试 然后将他们分成两组 一组呢 白天可以睡大约一小时 另一组 则没有白天的睡眠 结果发现 午睡了至少45分钟的大学生 他们的平均血压 要低于没有午睡的大学生 因此呢 如果工作压力大 使人血压升高 不妨午睡片刻 第二点呀 午休能够保护心脏 美国的内科学文献期刊 发表了一篇研究显示 希腊研究人员 对23000名身体健康的 希腊成年人 进行了长达6年的调查 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人 他们年龄是50多岁 那么调查结果表明呢 每周至少午睡三次 每次大约半小时的人 和不午睡的人相比 因为心脏病等问题致死的几率 降低37% 午休的第三个好处 增强记忆力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 显究显示 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 还能增强记忆力 英国《每日邮报》刊文指出 6分钟的睡眠就能起到 提高记忆力的作用 第四点 午休能让我们神清气爽 精力充沛 午后打个盹 可以改善我们的心情 降低紧张度 缓解压力 午休还有第五个好处 那就是可以修复 我们的机体免疫功能 午睡的过程 可以有效地刺激体内的 淋巴细胞 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 午睡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么我们应该午睡 多长时间才合适呢 午睡的时间因人而异 科学研究发现 对于文员 飞行员 宇航员 医生等等职业不同 工作强度不同 身体状况也不同的人 来说呢 这个午休的时间 从六分钟到九十分钟 都有显著的益处 首先咱们看看 午睡六分钟 这种快速充电式的午睡啊 是有助于快速消除疲劳 恢复身体能量 醒了以后 可以快速地投入工作 那么如果午睡 二十到三十分钟呢 会有助于减缓心率 保护心脏 如果午睡达到四十分钟 可以让你进入到浅睡眠状态 有助于给大脑充电 调节免疫系统 那么最好呢 咱们还是订个闹钟 因为如果午睡的时间 超过了四十五分钟 我们可能会进入到深度睡眠 容易因为睡眠惯性 导致醒了之后 身体感到疲惫 或者是迷迷糊糊 不过要是午睡 能够达到九十分钟 那就可以让你 睡足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了 这样覆盖了浅睡眠和深睡眠 有益于咱们身体的修复 下面呢 老师还有一些 午睡的小建议和小妙招 带给大家 首先咱们得了解一下 在没有条件 在床上进行午休的时候 应该选择什么样正确的午休的睡姿 睡觉的时候啊 把脑袋搭拉在椅背上是不对的 因为这样会造成头部的血流量的减少 不能够达到午休的目的 U型诊在这个时候就派上了用场 第二点呢 咱们可以注意 如果我们把腿抬高 放在椅子上 可以有利于腿 以及前身的血液循环 能够使下半身呢彻底的放松 尤其是可以预防腿部静脉曲张的职业病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午睡醒来之后啊 不应该马上站起身来 而应该慢慢的坐起来 活动活动 过几分钟再进入工作状态 这时候呢 你可以采取嗅觉提升法 比如说 可以喷一点香水 闻一闻带有薄荷 橘子 玫瑰气息的干花香袋 这样呢 可以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 你也可以咀嚼一些带有薄荷味道 口香糖 还可以重新泡一杯茶 最好呢 是选用干花茶 看着漂浮在水中的各色花朵 悠悠的香气飘然而出 不仅仅帮你恢复精力 还有美容的功效呢 如果以上这些方法都不奏效 那么 你只能冲一杯咖啡了 不过 切记不要过量饮用 否则就会影响到晚间的睡眠了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 尽量不要通过饮用含糖饮料来提神 否则呢 糖饭会使你的午睡事倍功半 引起疲劳倦怠的感觉 咱们再来了解一下 优质午睡的要领 首先呀 饭后不宜马上入睡 因为饭后呢 我们的消化系统还处于工作状态 这个时候 马上午睡呀 会降低消化功能 那我们说饭后呢 至少要等个十分钟 咱们再来午睡 第二个呢 咱们尽量的要避免在嘈杂的办公室来午睡 最佳的午休地点是安静的 休息时或者是会议时 第三点 在夏季午休的时候 要避免在空调出风口的位置 以免着凉 第四点 午睡的时候 咱们尽量把周围的计算机和手机呢 都关闭 一是为了避免噪音的打扰 二是也可以减少辐射的伤害 第五点 如果你佩戴隐形眼镜 最好是先摘下来 再开始睡午觉 这样呢 不但能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 而且睡醒之后 也不会产生那种眼睛酸涩的感觉 第六点呀 在咱们刚开始午睡的时候 不一定能立刻进入梦乡 但是不要着急 慢慢就会进入到睡眠状态当中了 咱们再来了解一下 趴着午睡的三大危害 很多人中午时间紧张 选择不回家 不回寝室休息 往往都是趴在桌上睡午觉 殊不知这样做的危害有多大 第一个危害 由于趴在胳膊上睡觉 多处神经受到压迫 午睡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心中焦虑 睡不踏实 第二个危害 因为趴着睡觉的时候呢 眼球受到压迫 午睡之后通常会出现 暂时性的视力模糊 如果长时间这样啊 还可能会使视力受到损害 久而久之还会形成高度近视 同时也容易增加青光眼的发病率 第三个危害 趴着睡觉 长期压迫手臂和脸部 会影响正常的血液循环和神经传导 使得两臂和脸部发麻 甚至是感到酸痛 如果不加注意 时间长了 会演变成局部性的神经麻痹 或者是使咱们的脸部发生变形 老师提醒大家 如果不能回家或者回宿舍 好好地在床上睡个午觉 也要尽可能地找地方躺着午睡 而不要趴在办公桌上睡觉哦